因為市長難得來 然後我想跟市長交換一些口袋名單 我會跟朋友一起去逛那個 他真的出了一個就是新的什麼雞肉餅乾 那個超級好吃的 天啊 我回去要好好查一下 為什麼你們沒有現在跟我分享到 你知道嘉義市的人口密度 在全台灣占第幾位嗎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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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咖啡店在全台灣占第幾名 第一名 一定是第一名的 我愛你 我愛你 雖然目前是第二啦 也是僅次於台北市 有一個郭子前曾經撕騙了我們所有的地方 但是咖啡這一點 我似乎還要帶著他走一走 柯主席有機會 我們把郭子前帶去好了 好不好 目前嘉義市有什麼樣的計畫 或是發展是還需要中央進行幫忙的呢 早期市場沒有缺價位 缺中央的志氣跟鼓勵 現在在雲嘉南裡面有那麼多的園區 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 園區的生活圈 那如果旅客搭了高鐵到了嘉義 怎麼樣從嘉義的高鐵站到嘉義的火車站 有辦法有軌道建設連起來嗎 本來就有規劃一個輕軌 你知道早期嘉義是 三鐵共構 最早的 阿里山森林鐵路 台鐵 還有唐鐵 我說如果輕軌能夠來 再上高鐵無軌 我們可以來個 無軌搬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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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你有沒有屬意接班的人 嘉義人 酸人不酸動 我們要推出最好的人選 如果張祺凱這個 推出這個人選 你會不會幫他站台 只要他認真努力 我覺得這個 哎呦 你還要問我這個 問答了 我們一起合作讓民主成為 講到就聽到了 我們一起合作 就是 國民黨的黃銀卉 跟民眾黨 我們一起合作 歡迎收看鄉民大學問 我是柯文哲 現在不是台北市長 是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 今天很開心 為什麼開心 因為我上一次 去民主勝地嘉義市 是在2020 6月21號 那時候黃銀卉市長 招待我跟陳佩琪 去看那個 絕無僅有的日環室 外面呈現一個光環 很像戒指的光環 哇 2020的愛你愛你 哇 這個真的很開心 當然啦 這個 最近一次是 上次去這個 為了民眾黨不分區 這個委員張祺凱 服務處接牌 我也很感謝黃銀卉市長 一起出席的這個接牌儀式 大家說 這是不是另類的這個藍白盒 那我的意思 我也一直強調 非常多元開放 這是我們一個政治的價值 那未來我們有一定 會 會要跟這個黃銀卉市長來合作 給嘉義市帶來更多的福利 那我也當然是跟黃銀卉市長表達這個感謝 我也非常確信 我們會一步一步 在台灣各地的佈點 把這個認真做事的這個文化 傳到這個台灣的各地去 那也希望台灣 因為有我們 可以變得更好 好 那趕快來介紹今天的大來賓 不是別人 就是我剛剛已經感謝他五六次 是我們連續三年被評選 為金獎縣市長的嘉義市長黃銀卉 哈囉 副市長好 大家好 厲害 很謙虛 認真做事 你看看有哪個縣市長能夠 然後卸任兩屆 然後在中間再隔了幾年 他還在選上 現在要做第二屆的第二任 已經14年了 這個在地服務的精神 說實在 我也很佩服 好 再來介紹就是 我們最帥的政治評論員黃偉翰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現場的大學生 第一位 密西根大學的Alice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Alex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大政治的白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白白 第三位 東吳政治的Chris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hris 第四位是常常去參加青鳥活動 這個 對黃國昌 這個 可以說是批評到體悟玩忽 是我們東吳政治小安 市長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站在我旁邊是我的發言人 小郭郭德鈞 大家好 我叫郭德鈞 黃市長說實在 他也當過立委 回到鄉裡幫嘉義市服務 在地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包括選舉 嘉義市民很看好他 力挺他 他也真的對嘉義市民 非常的照顧 選民服務做得盡善盡美 像前一陣子 還有藝文產業 華麗計程車行 在嘉義市開拍 好轟動 不過這個華麗計程車行 包括這些藝文產業 還有一些影視拍攝 通通在嘉義市取景 也表示說嘉義市 我告訴你 我告訴大家 就是說一個 這個縣市的大家長 如果把這個藝文產業 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的話 你去拍戲 或者去借場景 他們都會大力的支持 那如果不 他們上面 都不支持這種藝文產業的話 我告訴你 很難拍了 借個鐵道 警察就來攔你了 對不對 很注重我們的藝文 創意這個文化 好 那市長你既然來了 這個本節目的特色 就是愛考試 我是柯文哲 那我來出題目 看看市長 你對嘉義市了解有多少 我以前也當老師 你老師好 老師好 主席好 我要看看你對嘉義市了解有多少 這個應該難不倒他 因為兩屆嘉義市長 而且在嘉義市土生土長 這怎麼辦 好啦 你來問 我助理你來問 好 那市長 那在嘉義市有哪些觀光景點 哇 只要列舉三項 三項 很多耶 我覺得嘉義市第一個 公園 嘉義公園 嘉義公園 我記得裡面還有一個社日塔 對 還有我們的史記資料館 現在昭格18 那裡面的 我想這個植物啊 然後它的史記都是很精采的 這是一個嘉義公園 再來嘉義都是百年的啦 百年以上的 你看我想阿里山鐵道的 那個森林車庫園區 這個園區裡面旁邊還有 快逸生活村 現在呢 一年有將近三百萬的遊客 會到那裡就是老屋 我想全台灣最大的 真的 而且很有特色 還有一個我想我們最可貴的就是 我們的嘉義是美術館 美術館 這個美術館是新舊的融合 然後裡面就 我們畫多的嘉義 一定要很棒的人文 所以你看這一個新舊融合的建築 然後我們再來接下來 這把歷年來 我們最好的作品 還有現在的 現在可以當代藝術的策展 全部都在裡面 我們不斷的推動 所以變成一個人文城市 所以你去一定要走 我想光是景點好多啦 不過我們有很重要的 如果有大眾運輸還可以串聯起來 讓你一次玩得夠 你看看 有景點還不一定能夠到 市長還在想說 要把串聯這些景點 有什麼交通工具 都能夠讓便利市民 真的是 所以說我做民眾黨主席 有點慘愧 還這個到嘉義市 我還讓黃敏輝市長招待我 看日全食 看什麼 還有吃雞肉飯 雞肉飯 對 我沒有忘 我吃在嘴裡 但是想在心裡 好啦 那還有什麼題目 再來 本來我也想知道 就是在嘉義市 有哪些夜市 夜市 這很簡單 嘉義夜市 我們最愛逛的 我常常帶朋友去逛 一定文化路夜市 還有嘉樂福夜市 嘉樂福叫夜市 嘉樂福旁邊有個夜市 嘉樂福不是賣場嗎 當然賣場旁邊 還有個嘉樂福夜市 然後還有彌陀夜市 彌陀不是在高雄嗎 No 彌陀路 彌陀路 我們家有個彌陀市 彌陀市旁邊就是彌陀路 那旁邊彌陀夜市 再來新的有一個 湖 湖之內湖 湖美夜市 大概這個 後面我想這個都是民間自己帶動起來 這個如暑嘉珍 真的 四個夜市 厲害 目前我在地 在地這麼久 市長也做很久 市長也做很久 看來是我題目太簡單 沒有 這個是在地人都知道的 我要謝謝 謝謝你對我的友善 太好了 等一下再問的問題應該不會太難吧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最後一題 還有 還有 想問一下嘉義市最有名的農產品 嘉義市 這個有難嗎 這個有點難 因為農產品太多 應該講不出來 嘉義市是一個 我們農產品比較不多 臨近的 臨近的比較多 可是在嘉義市 我們最重要 有個農事所 日本市來就有 我覺得那是看不到的力量 就是研發 像最近大家說 什麼好的品種 這很多 嘉義市農事所 研發的一個品種 叫做台農82號米 台農82號米 對 我們吳永培 吳博士他經歷了十多年 然後研發出來的 這個是很永續的 他是耐旱 那時候缺水的時候 耐旱 而且他強感 你所謂的耐旱 就是他不下雨 他還能夠生長 他不需要那麼多的水 不需要那麼多的水 而且可以抗病蟲害 而且強感 所以當整個 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進步 而且他的品質 不輸日本的月光明 所以那一年嘉義市拿到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開心的 那個農產品 那一年正好嘉義市 拿到幸福城市的第一名 這麼小怎麼可能 可是我覺得這是被 最肯定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取名為幸福嘉義米 現在連到國外 我們到韓國到日本到泰國 到許多的國家去的時候 帶著那個米出去分享 大家都喜歡 甚至我們還可以把它做成 有人做成跟乖乖合作 米乖乖 米漢堡 還有麻糬 還有很多很多 結果這樣不斷的延伸下來 這個台農82號米 我想應該是可以成為嘉義市的代表 太好了 台農82號米 聽了就餓了 幸福嘉義米 聽了就餓了 來 所以雞肉飯你再加一個 難怪雞肉飯再加一個 米很重要 米很重要 我覺得那是農事 雞肉不重要 米很重要 米很重要 雞肉飯大家是去吃飯 不是吃雞 要火雞肉 火雞肉 對 對 講到火雞肉 我倒是想問市長 為什麼嘉義的火雞那麼多 應該是那時候說美軍來 美軍來的時候 所以就為了感恩 所以曾經有漫畫也寫過 火雞 他說感恩節時候的火雞很可憐 那那隻火雞還說你不知道嗎 我是在嘉義的 我天天都在過感恩節 我們24小時吃得到的 都在吃 而且火雞肉飯 它其實它是最健康最好的 是 跟人的心味 剛才說火雞肉飯好像沒有什麼 脂肪 對 它低脂肪 而且是比較健康的一個 而且上次 黃市長帶我去吃那個雞肉飯 我第一次看到翅膀那麼大隻 一大盤 火雞的翅膀比你的大腿還粗 那是特別給你的 你知道嗎 你是柯市長 柯主席 沒有 沒有市長帶路 沒有辦法吃到這麼好的 沒有 我只是帶過去 然後自然的民間他們就知道 這個貴賓來 主席來 市長來 就把最好的私房菜給端出來 你不知道 連我都吃不到 這就是嘉義的人情味 是 講到嘉義的人情味 真的是 了不起 不過題目問完了吧 問完了 謝謝 可以 完全對答如流 對市政 對所有嘉義市 各個角落 如數家珍 什麼產品 農特產品 什麼特色 通通講得非常清清楚楚 市長你非常了解嘉義市 我想先聞一下 你 我剛剛有講 你從2000年那時候 第一任上任 然後2004年 還有跨年晚會 還找那個鍋子前去做跨年晚會主持 結果 你現在是第二屆 第二屆 大家知不知道 八年做完 然後隔了幾年 他又再選上一屆 所以他 因為他兩屆他必須不能選 這次是隔了幾年之後 他又選上 然後現在要做第二屆 所以說加起來第14年 你連任四屆 我想請問你 你分享說 不要想著贏 要想不能輸 齊免自己 對市府團隊的同仁 叫他們都永遠不要放棄 那你執政14年 你的新法是什麼 不放棄 我想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 我很感謝 那戲劇真的很棒 Cano Cano電影 唯翰就知道 Cano電影裡面說 真的你看 他就永不放棄了精神 真的 而且Cano的故事 不只是在台灣 甚至他到日本 我到日本去參訪的時候 日本在地 他們主動就會跟我提起 尤其那一年 2014年 帶著Cano的劇組 我們去大阪亞洲電影節的時候 去走紅地毯 你知道嗎 王貞智 他還站出來 陪我們走 站在那裡 我覺得 讓大家看到 這種Cano的精神 也是 Cano的精神 所以我說 C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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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要鼓勵大家 真的不要只想著 也要想著不能輸 這句話就是 台灣話說 不會真的要想像輸 台銀你聽到嗎 不會真的要想像輸 其實有一些 我想台灣人 所以市長 嘉義人是都摩羯座的嗎 就是先把最壞的狀況想 最壞的打算 市長是摩羯座 摩羯座 你怎麼知道 市長你姓黃 我姓黃 我們今天唱雙黃 我們唱雙黃 摩羯唱雙黃 嘉義要嘉義 真的是這樣 你看這個 黃市長 他雖然說 不要想著贏 要想著讀 不能輸 我就想起 有時候 在交小朋友的時候 就說 每個家長都說 你不要讓小孩 輸在起跑點 結果 我發現 我的觀點不一樣 我要讓小孩 輸在起跑點 為什麼 以後才有進步的空間 對不對 現在是主席在講話還是 一種思維 這是主席在講話還是 我是以一個 郭子乾這種家長的身分 在跟兒子在講 所以我輸了 沒有 你不是輸 你是贏了很多 好啦 這個 我們這邊 大概問完了 韋翰在旁邊 剛剛已經說到 他也姓黃 市政問完 你一定有些什麼 市政議題 想問一下黃市長 好 你先來問一下 剛剛那個 在給市長出考題的時候 我在旁邊其實有點窃銷 就是說 問嘉義的事情 如果我嘉義的不熟 嘉義我也沒有很不熟 但是絕對沒有黃市長熟 因為他是一大三法市長 你問他嘉義 什麼一大 他有當過國大代表 而且還中山女中教書 對不對 對 一大這個三法 是當過三屆的立法委員 嘉義市的 市長是什麼 四次的嘉義市的市長 所以你自己不要問他 那而且市長很厲害 我因為爸爸媽媽 就是我是嘉義黃家 很多人不知道 黃家你又來了 對我在台中長大 我在台北工作 但是我爸爸媽媽 我們是嘉義黃家 所以我每年親民 要回嘉義掃墓 那我父母親現在也不在了 所以他們的那個 就是 就是也放在 對也放在嘉義 所以我都會回去 所以我回去 市長多厲害 我一回去 我只要在嘉義出現一個咖啡店 吃個雞肉 市長忙著 喂 你趕快咖啡啊 然後馬上就掌握了 所以就知道說 哇 有定位 所以其實我根本沒有問題 要考市長 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考不倒他 嘉義他比我熟 但我想問市長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我每次回去 我就是搭高鐵 那如果觀眾朋友 你有去嘉義的話 嘉義的高鐵站 是在太保 可是那個太保 是在嘉義縣 那你到嘉義市 因為以前我也常常到嘉義去採訪 以前都在的時候 我們都住在嘉義市的火車站那附近 可以噴水滴 可是嘉義市跟嘉義的高鐵站中間 它還是 雖然有高鐵大道 開車我會租車 那一般如果旅客 他搭了那個高鐵 到了嘉義 想要去嘉義玩 嘉義有故宮 或是去阿里山 他可能想要住在嘉義市的時候 怎麼樣從嘉義的高鐵站 到嘉義的火車站 那以往大家都有軌道建設 像台中的話 可以坐台鐵的那個 無日站那邊坐過去 那台北市也是一樣 還有輕軌 那嘉義的太保站到嘉義市 有辦法有軌道建設連起來嗎 這個很重要 對 你當然不是都在問那個鐵道嗎 對啊 鐵道 要再背著 其實我想我們台灣 我覺得台灣中央在設計的時候 一定都有配套的措施 是一個軌道 是一個交通網 所以我們第一騎高鐵 在太保站的時候 它旁邊會進到市區來一定都有 所以本來就有規劃一個輕軌 那後來它就用輕軌 它就不做的時候 它用BRT來代替 就專用的一個 所以全台灣第一個BRT就在嘉義 所以如果你來到太保站 大概可以搭整BRT 那他說BRT的運量 如果夠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輕軌 當時的 我記得當時的交通部 零零三年部長 還有經建會的胡勝正 胡主委 我當立委的時候 因為我很認真 真的 我們酒不太怕 輕快好勇敢 我們酒不太怕 就是黃敏慧 那是立委 讚讚讚 鼓掌好賭會 鼓人神好找過 所以我把它很認真努力的監督 我希望能夠爭取到這裡 它當時 但是後來它就沒有做 沒有做是只要這裡可以 這裡運量夠了 現在我們BRT的運量是夠 其實運量已經很夠了 你是說高鐵大道嗎 高鐵 對 而且它本來就已經把用地都用好了 用地都留著 就在高鐵大道中間 那一個BRT的部分 所以現在我們嘉義地區 大家全力都在爭取這一個 趕快把它 中央能夠趕快 當初的承諾 應該把它做好 所以就可以從太保 直接到嘉義市的火車站 對 如果你下高鐵下來以後 你就不用往原來的閘門口 你只要另外一個閘門 你往對面 過去你從另外一個閘門 換輕軌 就可以進到市區來 那就很方便 而且這樣你又可以接 你知道早期嘉義市是一個 交通非常好的三鐵共構 最早的 對 三鐵共構 阿里山 森林鐵路 台鐵 台鐵 林鐵 森林鐵路 森林鐵路 林鐵 還有唐鐵 三種鐵 鐵 三軌共構 我說如果輕軌能夠來 然後再加高鐵 五軌 我們可以來個五軌搬運 來個五軌搬運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我告訴你真的 尤其我們今年七月 林鐵已經要通車了 整體要通車 十五年了 已經要通車 這一來你可以吸引很多 觀光的遊客 然後再來整體上 我覺得這個地方又是人文 又是一個最好的觀光旅遊 聖地 那如果幫助大家的話 我想這個觀光的路往起來 才是最重要 這最後這一旅路 它應該要過來 這個最後一旅路卡在哪裡 這個王市長極力在爭取 但是就看中央要不要播這個預算 對啊 這個不像高雄你看看 一個前鎮漁港 播幾千萬 結果給他80億 所以說這個是差別待遇 這也是有關於嘉義市 能不能繼續在發展 然後把這個串聯高鐵跟嘉義火車站 中間的這個連結 這很重要 這就是市民所要關心的 對不對 好 那市長我想請問一下 那講到這個政治 不免還是要問一下 兩岸關係 因為這個民進黨執政 似乎好像溝通比較不協調 不暢通 那最近因為22條 大陸的那個 台獨懲戒22條 四個樣態 對對對 陸委會直接 大陸為旅 直接列大陸為旅遊城設警戒區 城設的 對 城設 那我雖然認為這是合理的 那因為我們這邊 這個旅遊業 我們這邊兩邊 我們台灣真的是要靠旅遊業 嘉義最近又開了新飯店 然後蔡前總統也有來剪採 是 但是沒有旅客的台灣觀光 對旅遊業的這個 這個業者會有生機嗎 我們一直都做足準備 我覺得我們做足準備 我們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能夠來到台灣 尤其來到嘉義 我想我們不會把 我想這個風險的分擔 尤其三年多的疫情 那麼多的國外旅客 沒有進來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 反而是讓我們蹲點 而且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現在你看到 那麼多嘉義市這幾年來 反而我們的觀光旅遊的人數 幾乎尤其我們的飯店幾乎是客滿的 大家跟我抱怨 跟我抱怨說 哇 我假日裡面要訂個 有時候要訂 尤其假期 是訂不到飯店的 在嘉義市 所以嘉義市在 我想我們都歡迎所有的人能夠來 當然有越多 我們最近也開發了很多 除了日本 也到韓國 再到泰國 東南亞 歐洲 我們就開發更多的遊客進來 這個市長真的是對市政 這個鹹熟非常了解 那前一陣子 有那個BOT案 想要在阿里山 這個前面 那邊蓋一個大的飯店 結果被當地的所有住戶反對 因為那時候他們是說 如果要跟這個BOT案的話 那當初為什麼不讓他們 業者自己來蓋這些飯店 那你覺得這樣的政策 是不是有相違背 我想那時候阿里山 它本身是一個很天然的職員 在那個地方 要再蓋大飯店 一定會受到很多的限制 尤其是水的問題 光是這個水的問題 就不容易克服 所以在那時候的BOT 說要做的時候 事實上也不只是 民間企業人不能來 或者是當地的人自己做 其實在本身 它有一定是受限 而且要受到保護 所以加於是 算起來是阿里山的入口門戶 我們入口門戶 所以要去阿里山 你一定要開大門 走大陸 你從這裡進來 你可以先享受一些 人文那一些它的風貌 甚至我們現在在制裁所 車庫園區裡面還介紹 你知道阿里山火車 現在開始要坐去的時候 你怎麼坐過沒有 阿里山我自己人都說 阿里山火車 崩壁 那為什麼 真的 這100年 超過100年 這為什麼 你知道它從30公尺 到2000多公尺 這樣的一個高度 然後它要這樣 這樣有那些資質型的 資質型的 我們的同學都知道 做過 做過 真的很棒 跟誰去 爸爸媽媽 而且沿路的生態 那事實上在那邊 也許它不是一個最適合 或者你要到五星級 不過我們中間 現在有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在站上站 也有 所以現在那個 英迪格飯店 那你現在要往上走 實在是有點困難 不過阿里山現在 飯店也不錯 那我同學家開的 你知道阿里山很多人 都會下山來 來嘉義士讀書 來這裡做生意 這裡都很好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是 它人情風味 我們希望保有它天然 而且是一個 很棒的阿里山的生態 然後跟大家一起看 所以我們自己在看 不希望只有看這個點 我們希望它更廣 那你可以多晚幾天 你多晚幾天 你可以看到 真的很感動的 而且現在 新的福生號 我想這個已經 林鐵柱 特別他們已經規劃好了 福生號叫做 我想問福生 他說 我說這很難記 為什麼叫福生號 很爽的 結果福爾摩莎森林號 好不好 很好 福爾摩莎森林號 所以這就創意了 然後它還有一個許樂號 許樂號就一種 它是設計的 所以阿里山的一個 林貝利取鳥 它的那個樣子 然後去 弄成 就很漂亮 我想福生號本身就是 移動的美術館 然後它這樣接下來 是一個很特殊的旅遊 所以值得大家等待 值得大家趕快報名 聽說已經到 到我最近 聽說到9月之前 已經都額滿了 額滿了 所以我想已經吸引到 很多國外 所以我說我們這整體上來看 我們在做的 是對讓國外交流 這是一個很大的觀光景點 蔡阿家說 不要那麼多人來 他說不要人不好來 這麼多人來 主席我可以問市長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市長在講 我是因為我嘉義人 我要回嘉義嘛對不對 那平常因為工作忙 也沒有到處去 因為我有看數據 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疫情之後 第二年 2002年開始 嘉義的旅宿的住宿 是133萬一年 可是到了2022年的時候 跳到184萬 所以就一下子跳了37% 那就變對不對 就嘉義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跑去嘉義住 那才會蓋飯店嘛 那大家都跑去嘉義 最初在嘉義幹什麼呢 為什麼 你是怎麼吸引觀光客的 我們在這幾年 反而不會因為疫情 然後觀光客減少 我們反而年年 這幾年其實是沒有入客的 對不對 沒有入客 那嘉義還能夠成長 住房率還可以高 因為內部還有國旅 然後大家開始發現 原來不是只有大都會 六都以外 結果這個城市裡面 都有它的特色 尤其美食美景 大家慢慢已經發覺到美景 尤其我們在台灣設計展之後 台灣設計展之後 大家快就嘉義 它整體的能量 它那種人文的能量 它就出來了 所以大家就喜歡來 而且我剛剛要講的 來到這裡 我們這邊有大眾運輸 雖然我們沒有 台北的那個捷運 那麼便捷 但是我們自己做的 嘉義市的公車 是低底盤電動公車 比較有上車 對 而且 低底盤電動 而且是低底盤 而且很好 很漂亮 很漂亮 有歐洲風味的 那是我們一個smart 來一個美術 藝術家來做設計的 然後整理 那很棒的 就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們跟交通部有做連結 我那時候就運用這一個 你把它做了那個乘運汽車 然後製造這樣的車體 然後國光來做營運 然後整體這個嘗試 在這邊如果能夠營運成功了以後 它未來整體的外銷到國際去 所以外貿協會黃志芳黃董市長 他特別去看 他說因為這樣的營運之後 他覺得整體就可以發展到國外去做生意了 所以嘉義是一個剛剛好的城市 小的剛剛好 老的剛剛好 慢的剛剛好 這個市長講出這個三個剛剛好 我想說大學生 你們有沒有去過嘉義玩過 都有 有沒有住過嘉義 有 也有 你不是在海外嗎 我去年暑假回來的時候 第一次去嘉義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 剛才資質型鐵路 我記得是小學課文 教導的 對 就是說講這個嘉義的鐵路很厲害 這去年真的第一次超升到 覺得真的非常酷 而且那一天非常幸運 阿里山看日出 日出真的就這樣突然蹦出來 蹦出來 跳出來的 真的有經驗到 運氣很好 第一次上去就看到日出了 不容易 對 有沒有看到日落 看不到日落 年輕人現在只有日出沒有日落 日落是老年人才看得到 夏日 日落是去當酒館 日落要在海邊去看 海邊 山上在看什麼日落 但是大學生跟嘉義是有沒有連結 像剛剛市長這樣講 這麼便利 然後有那麼多的景點 雖然小 但是小而美 小安 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嗎 我可以先講到我之前去嘉義 是國中的時候 我有參加過那個管樂隊 然後有去參加嘉義的國際管樂節 然後那時候 就真的 就是來自各個國家的 或是台灣的這個 就是行進管樂團的 很多 你有行進管樂團 你跟他一樣 跟我一樣 對 小時候有 你吹什麼 吹小號 上帝音號 對 上帝音號 那你有沒有氣胸 沒有 我以前有氣喘 但是吹了之後就好 他曾經有氣胸 最後才打鼓 才打鼓 才變打鼓 插題的插題 你要問什麼 我另外想問就是 關於發展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就是嘉義縣 最近就是有引進outlet 台積電 或是產業園區等等 但是嘉義市的這個發展 跟相關建設 通常都是比較 不被外界關注 當然剛才市長 有提到這個軌道建設 那我想請問的是 就是目前嘉義市 有什麼樣的計畫 或是發展 是還需要中央進行幫忙的呢 需要多給一點力的 中央的自視加鼓勵 市長你這樣問 剛剛小安 小安像不像行政院長 在問縣市長說 你沒有什麼需要 安安院長好 不敢 加油 我覺得大家關注這一個 真的謝謝你關心嘉義 真的 我在講 嘉義市最沒有限制的是 價位 限制的是重要的自視和鼓勵 我希望說大家真的來看一下 我們在 我相信現在台灣 所有的縣市長 其實都是很認真很努力的 大家都很打拚 因為我想四年一次就要檢驗嘛 兩任一到 當然卸任了 那每一次都是你要做紀錄一個歷史 但是更重要 我們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所看的 嘉義市本身很小 所以我們不是單純只看嘉義市 我們做計畫一定要看 有區域的一個治理 我想雲嘉南 我的定位 雲嘉南觀光休閒消費中心 那現在在雲嘉南 這一個區位裡面 有那麼多的園區 那我很清楚 我們這個地方 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 園區的生活圈 所以我也從園區的生活圈 剛剛說到的一個鐵道 那個軌道 輕軌 那是我們的交通新路網 所以我有十大旗艦計畫 所以嘉義市兩個區 西區 現在目前農地還比較多 還有1227公頃 但是我們希望從這裡 西區的大發展 而東區是比較老城區 我們的舊城創新生 用地方創生的方式來帶動起來 所以這兩個引擎帶動 然後交通大路網 然後文化 教育 然後青年慈禧 然後種種各方面的一個建設 十大旗艦 其實都有一定的方向 那我們扮演這個角色 很重要的是 其實嘉義市算是一個核心 這個地方就教育做好 生活圈 教育做好 文化好 然後 嘉義醫生最多 等一下我幫你問 我們嘉義的醫療 我們僅次於台北市 嘉義醫生做醫生最多 那醫療 長照 交通 經貿 這整體我們現在 如果能把它放好 我們這邊好生活 所以你如果在這邊做好的以後 你園區要找人 就更好找 更何況我們早期一直 我記得我第一任的時候 我認為教育很重要 當時會選第一任市長的時候 除了說 身為嘉義人 我說嘉義不做一個被遺忘城市以外 我覺得我投入政治的時候 有一個心理的 告訴我 一個心理 自我期許 不敢說願景 我說 以前在教書是教育 對 我只是希望把教育的 這樣的層面把它擴大 所以把教育進來 所以當我能夠 我成為一個嘉義市市長的時候 第一個 那時候我沒錢 但是我覺得 就錢也是要投入交友 現在我看到了 我覺得這幾年 從第一任第一年 我們大概百分之三十以上 都是在投入 投入在教育 現在這些孩子們長大了以後 我覺得非常棒 我覺得這是對的事 這是對的事 所以我是定位 你看有人才早期的教育培養起來 我們現在生活機能好 我對園區是有幫助的 所以你白天去幹活 晚上在這裡過生活 這是我們一種 一種這樣的一個自我的定位 所以我們來看 我很樂意看到你的Outlet 你的園區 你的整體的發展 那我們把交通把它整個起來 我想這邊的好生活 大家人才就進來了 所以我們等於竹草引縫 人才就進來 我想對雲家南來講都有幫助 對我自己 所以我說我們強了 雲家南有幫助 雲家南強了嘉義市更好 這是我的定位 太好 哇這個 你若金采蝴蝶自來 不用故意去採花蜜 好 那那Quiz Quiz妳要有問題 因為市長難得來 然後我想跟市長交換一些口袋名單 就是大家去嘉義 是不是都會吃那種 妳是口袋什麼 火雞肉飯跟砂鍋魚頭 不是然後我自己去嘉義 因為我蠻常去嘉義吃東西的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那個阿攀肉包 然後跟那個蕊杜巧克力這樣 就是我覺得這兩間蠻好吃的 然後平常我會跟朋友一起去逛那個 夫逸宣 因為那裡他們就是給試吃給的很大方 你知道嗎 每樣你都可以試吃一下 然後想請問一下市長說 就是除了火雞肉飯跟那個 砂鍋魚頭之外 就是年輕人的生活 就是想問一下市長 有沒有什麼口袋名單可以交換一下 隱藏版的那種 大家不知道的 我剛才年輕人比我還熟利 你知道嗎 我現在我只有努力把他們做好 然後年輕人開始 你知道我們現在老房子 舊屋裡弄起來以後 然後開始他們去把那些 本來真的是破破難難 然後他們去整理出來以後 天啊 你怎麼有辦法把它變成很有特色 很有特色文青 然後再帶來新的 新的那一種 無論是美食 甚至藝術 都把它帶進來 吸引了很多人 藝術品 所以像韋翰那一天去 我說 因為我是看到說 你怎麼把那個戚風蛋糕 孟庚的戚風蛋糕 待會看 那是我最喜歡吃的一個 木耕 對 你也知道 天啊 你有去過嗎 你有去過 我非常喜歡在嘉義吃東西 你有去過那一家 沒有他剛剛在講福玉軒 我跟那個 我插播一下 市長我插播一下 因為福玉軒真的很難排 我覺得福玉軒 你是不是網紅 所以在那邊還有試吃 但大家不用去排 來啦 如果你玩完要走了以後 在嘉義的高鐵站的 那個西班人 就可以買到福玉軒 買完以後 他這次出了一個 就是新的什麼 雞肉餅乾 那個超級好吃 大家一定要去吃 福玉軒有雞肉餅乾 天啊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嘉義是可以請他來做宣傳的 我回去要好好查一下 為什麼你們沒有現在跟我分享到 我只吃到雞肉飯跟福玉軒 但是為什麼沒有把它綜合在一起給我吃 所以你看 我現在已經幾乎嘉義市的美食 都有年輕人來跟我帶路了 真的 這是我們最了不起的地方 因為我已經不是 已經不必說我來飲 以前我說我帶著大家吃 跟著市長吃 現在是年輕人帶著我們來吃 年輕人帶年輕人來吃 所以我們那些年輕人 還有一個在地領路人計畫 對啊 黃市長早就已經領略了 一帶一路的這個藥 沒有 他們完全就自己可以 我覺得我們最好的是 這個嘉義市等於是 年輕人自己創業 創意 創新 完全就可以在那邊 玩得很開心的地方 對 所以你問我有沒有好多 有 可是我發現 我發現好像都跟著你們就對了 他們更了解 這個 平常市長忙於市政 雖然對地方療弱執掌 但是現在有些網紅 還有年輕人想要吃的去玩的 都跟以前不一樣 對 以前市長都一定是說 林聰明殺國瑜 他們年輕人也沒有要去吃 有些還有聰明報 聰明報 對 我知道 不過我說 維翰 這樣回家的時候 我會帶著 看年輕人要帶我們去哪裡 對 現在我們市府團隊很多也是很年輕的 我說你們現在都不找我去 都自己去 所以我有點抱怨 我以後把它列入烤雞 我發現了應該是這樣 烤雞 這個要注意 不但我去了就烤鴨給他 烤鴨 烤雞烤鴨 反正都是要吃的 好 那這樣喔 這個年輕人也算是很了解這個嘉義 該玩的 該吃的 該去住的 那市長 剛剛大學生考你 算公平 不算不公平 那你以前是老師 你現在來反考他們 嘉義的什麼人知識 問一個你知道 嘉義市的人口密度 在全台灣占第幾位嗎 第幾位 小安 第二名 好厲害 哇 小安啊 你不要 這個立法院的青鳥活動 你搬到嘉義市 他現在是彩色鳥 第二名 僅次於台北市 哇 密度喔 但是那個飲料店是第一名 飲料店第一名 哇 我還沒考你就知道 嘉義的人口密度是全台第二 對第二 真的 你看台北那麼多的高樓 那人口密度高 加義市真的是60平方公里裡面 我們看到人口密度 真的僅次於台北市 你可以查一下 我查一下 我查一下 真的我不會騙你 我不會騙你 真的 好這個人知識 你看看 哇這個小安 小安我現在錯估你了 你不只是青鳥活動的 這個代言人 你還是嘉義市 他是彩色鳥 他現在是彩色鳥 我還在考一個 因為我們最近不只是查飲料 剛剛飲料是密度第一 還有我們的咖啡 咖啡很有名 嘉義的咖啡 尤其現在莊園 幾乎大家都要來這裡 我們咖啡節辦起來 好多行家全部都來了 我們的咖啡店 在全台灣佔第幾名 艾利斯你查到資料了 第一名 一定是第一名的 我愛你 我愛你 雖然目前是第二 也是僅次於台北市 但是我愛你愛你 阿里山的咖啡都很棒 阿里山的咖啡都很棒 我覺得不比這些 南美洲啊非洲的茶 我以前 以前 喝咖啡一定要加糖加奶精 後來喝了阿里山的咖啡也好 不要 現在完全都喝黑咖啡 而且你才知道 哇真的太棒了 那個還是跟我們的農事所有關 日本人 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那在嘉義就已經研發 而且還種了 所以日本有個 Key Coffee 那一個 那個 那個咖啡他們的集團 特別還回來找 當初他的祖先曾經在這邊 有那個 買的那個豆子 就從這裡來 就在嘉義 在南潭附近 阿摩比 這個真的聽起來 什麼好的東西都在嘉義 對啊 又好吃又好玩 對啊 有一個 有一個郭子前 曾經到那邊拍華麗計程車 撕騙了我們所有的地方 我覺得他 但是咖啡這一點 我似乎還要帶著他走一走 柯主席有機會 我們把郭子前帶去好 好不好 模仿我而已 我要帶他去 搞不好比我還忙 好不好 這個一定可以這樣做 那為什麼嘉義的咖啡店那麼多 我回嘉義的時候 因為我每次回嘉義 就都回家 回家 因為嘉義回家 嘉義回家 回嘉義就要回家 每次 我這兩年回去都發現說 咖啡店特別多 剛剛Chris講那個木耕有沒有 木耕 他是日文的無限的意思 是無限 對 他是日文 那我也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回去掃木耕我哥 我也是隨便找 去吃雞肉飯嘛 吃完以後 剛剛其實Chris問的 市長沒有回答 因為市長可能不能回答 他不能得罪人 哪一家 哪一家不能 他去琉璃掌雞肉飯 我喜歡那個桃城三合 桃城三合 在民泉路那邊 我告訴你 我每一次回去都會去 郭子乾 郭子乾上次去吃 要付錢 結果那個店家說 先不用 先來跟你拍照 郭子乾就免錢 沒有錢 先來拍照 然後拍完照之後 哇 這個老闆娘 老闆還有他兒子 哇 這個很熱情 這我都聽郭子乾講 我都不曉得 我要去嘉義的話 都是黃市長帶領我去 那主席我剛剛問的 就是說為什麼 有特色的咖啡店那麼多 然後木頭房子那麼多 為什麼 我們因為嘉義士 阿里山鐵道 當時帶來了 建那個木材 你看那時候 阿里山的木材 你知道嗎 那整個帶來木材 我想我們那時候的木材業 為什麼家裡人 很多好的人 有人說家裡人 那時候的木材業 就是幾乎是現在的科技業 科學園區 所以當時的嘉義 是一個經濟非常繁榮的地方 所以你看 林鐵 唐鐵 台鐵 那幾乎我們那邊 是一個真的一個總戰 所以集散地 大家都會在那裡 當時的嘉義是非常的繁榮 所以無論是 電影那時候最多 所以連黃俊雄 連那個黃海帶 老大師 他們都是 曾經在嘉義 都是來演 布袋戲 寡戲 電影 非常的多 所以那時候的嘉義 是因為經濟的繁榮 所以我想 所以也 那時候的建材 主要都是 都是木材 那現在嘉義市 我們盤點出來 目前嘉義市的老屋 老木屋 還有六千多棟 還有六千多棟 所以這六千多棟的老房子裡面 我們看到以現在來講 所以我們在11年前 我們就開始帶動 舊屋力 舊屋的力量 也發掘 所以木杜的嘉義 從早期1.0到2.0 到現在我們到3.0 我們希望未來的建築 城市的特色 都要有木的紋理跟構造 讓大家這一個城市的特色帶出來 所以這六千多棟 我們現在來講 大家用舊屋力 大家都保存 而且我們看到 反正有特色的 年輕人就開始去做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跨域生活村 甚至下一次回家 來 主席我帶你來 來看舊監獄 舊監獄旁邊 還有很漂亮的宿舍群 那整個還有實驗牧場 那裡都培養很多夢浴人才 所以我一直在講 嘉義有兩座森林 一座是阿里山的 Hinoki森林 另外一座是 嘉義市的 六千多棟老房子 這可以固探 而且六千 人文森林 如果這樣起來 所以嘉義市很美吧 對不對 老師上課快要睡著了嗎 沒有 沒有 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 很好 這樣講解 透過鄉民大學問 大家網友也可以知道說 不見得要去大都市玩 你嘉義你看看 非常小而美 但是他人文 還有藝術 觀光等等 都非常的豐富 那艾利姐 對我想請問市長 我們剛才聊到那麼多年輕人的問題 年輕人很懂嘉義 但是想請問市長 您身跟在嘉義市很久 您有沒有在近年來 有沒有發現人口老化的問題 是否有越來越嚴重 那嘉義市是不是有針對 有沒有針對 任何年輕人回流 有一些對應的政策 有 真的 尤其六都起來以後 那我想科學園區 那邊真的 的確吸引了人 可是我也很感謝 拜科技之士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努力把環境打造好 我剛剛說園區 現在也在整個發展 這園區帶來的 我們把人才能夠留下來 我想我舉例 那個阿武 有科技阿武 他曾經在嘉義 他在嘉義 在訪問的時候 他是科技的人才 他也到日本 到國外 很多地方 他說 我住在南部 可以享受南部的生活品質 但是我可以拿到北部的薪資水準 甚至我可以做到 他說在這邊有一流的最好的生活 所以你看 這類科技之士 我想尤其三年多的疫情 那也讓我們很多年輕人 其實有更多回流的機會 所以嘉義師我們在慢慢的 去年開始 去年開始 有一點點上升 以前是生不如死 去年終於就有一點點超越 不過這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那我覺得疫情 我們也用了很多的 青年磁系的計畫 那這些老屋 這些計畫 就是吸引更多年輕人 能夠回流 我覺得這讓看到嘉義師 這幾年來 假日 不要說假日 都說一定會塞車的 這個狀況 大家都知道 喜歡來以外 年輕人都喜歡會留在這裡 好 歡迎你們來 歡迎 小郭 你要記得來 一定 一定去 花言人 我之前去 我就去 那你會去吧 我當然會去 主席 主席 你有空嗎 歡迎你們 你現在不能自己跑 你來到這裡 我們藍白的合作 要一起 講到藍白合作 這個我就有興趣 因為時間有限 嘉義太多好吃好玩 剛剛金牛和黃市長這樣介紹 那我們還是 既然講到這個藍白合 我們還是回到政治的問題 我要請問那個危害 我不太回答政治的問題 危害 這個藍白合還有希望 我很感謝黃明慧市長 這個還有跟盧秋元市長 願意跟民眾黨這個合作 那未來2026、2028 國民黨跟民眾黨還有合作的機會 這個政治題目來講 因為市長比較不好回答 太好了 太好了 這個我可以講一下政治的問題 我剛剛跟大家講這個黃明慧市長 是一大三法市長 對不對 就當了這麼多 又當這個國大代表 又當三屆立法委員 還有四屆的市長 他還當過黨主席 國民黨黨主席 代理過黨主席 而且是副主席 所以黨務的事情 他就很清楚 那當然這個 現在這個 黃明慧市長也是媽媽市長 不是只有盧軒是媽媽市長 他也是媽媽市長 勇媽 阿富爺 所以 基本上他不太去講 他的風格跟現象 跟盧軒是長很像 所以地方才會滿意 才能夠選上四次的市長 但是 政黨的事情 我相信市長 你很清楚 那現在因為柯主席在這邊 民眾黨有一個選將 叫張祈愷 他跟市長 黃明慧市長的那個淵源很像 因為市長是當少人 下一線東石 然後在這個嘉義市當市長 那這個 張祈愷 祈愷哥也是當少人 那他是念家中 所以他看起來是有想要回來 這個嘉義市當市長 要去選市長 那可是 畢竟他不是國民黨嘛 那您是國民黨的市長 那您是國民黨的市長 國民黨裡面也是人才輩出 除非藍白確定要合成的統計組 要不然的話又變撒卡都 那這樣的話 民進黨的市長候選人機會就大了 好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 目前大家沒有討論到嘉義市去 可是其實它是一個重點區 因為民眾黨有很明顯的 那個張祈愷委員 他是也耕耘在嘉義 然後呢 他的那個服務處 我現在回去 嘉義要搭高鐵 那個高鐵搭到 就在高鐵搭到旁邊 我看他 他服務處成立 我看你也有去嘛 對不對 所以黃民院市長應該是 就是沒有分黨派 就建設的地方 只是說如果 最後政治的議題 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兩年多 如果是撒卡都的話 那看來就很難講 民進黨的機會就大了 跟我之前講 新北市的蘇小會是一樣的 狀況就一樣 因為至少柯文哲 你一定去幫主席 你去幫張祈愷嘛 那黃民會市長一定要幫國民黨的提名人 不管那個人是誰 除非整合成一組 要不然我覺得 撒卡都的地方 民進黨當選的機會是大的 那這個可能就 藍白的高層 藍白的主席 要去好好談一談 市長 你有沒有屬意接班的人 我們以民意為主 我想我要再說了 嘉義市是一個民主順利 如果就國民黨的這一個 我們現在是最難端的 國民黨最難端 而且真的 過去嘉義市 國民黨要拿市長或者單位 並不那麼容易 並不容易的 那我覺得嘉義人 早期我從小 我那時候都聽到 酸人不酸動 酸人不酸動 對不對 嘉義人都講 那最重要 所以我們民主勝利 他不會因為 哪一個政黨現在很強 他看人 所以他對要求 所以我們民主勝利的定義是什麼 不分藍綠 但是要有是非黑白 我覺得 我就是因為這樣被洗禮 不分藍綠 要有是非黑白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要夠出色 不管你什麼顏色 只要夠出色 這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用意 對不起 所以我覺得 現在民主走到這裡 我們能夠 因為最後是人民決定 也不是我決定 你決定 他決定 主席我們都 我們要推出最好的人選 但是你站出來 站台的話 影響很大 謝謝 如果張祺凱 推出這個人選 你會不會幫他站台 只要他認真努力 我覺得這個 我想我們回歸到 你不要問我這個 你不要問我這個 問倒了 我知道 我做前論 我知道 愛我幫詠人 他說 不分顏色 要有特色 對 溫流無小派 咱咱這頭天 你要深根 我也非常謝謝 齊凱 包括最近 他們也都跟我知道 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說很多計畫 所以我們要透過立委 然後幫我們爭取 所以我們 我們不分顏色 包括我想在地的 王美會 王委員 張祺凱 張委員 還有像國民黨 我們負責的是 林倩琦 林委員 還有只要關注的像洪孟凱 洪孟凱以前在嘉義當文化局局長 洪孟凱以前我們嘉義市的文化局局長 所以像洪孟凱 他們一有什麼樣的事情 他主動就會來關注 那王玉民 王委員 他也是 所以我們只要有一些議題 我們幾乎就會告訴他們 請他們多幫忙 所以因為嘉義市很小 所以我們是彩色的 所以我剛剛跟小安說 我彩色的 你彩色的 彩色 出色的 王市長一直針對你 那個青鳥活動不要再參加 黃市長很 你要選擇要思考 很怕你跑去嘉義市變青鳥 沒有 不會也歡迎你來 也歡迎你來 很期待去嘉義市 我們知道這個 不管你什麼顏色 只要真的要對的顏色 我們都希望是彩色的 所以很多對的意見 我覺得 我在那裡 我覺得 我很感動 我從小 我覺得從許士賢時代 那早期我們的 古生時代 那種武黨 然後到現在呢 我們一直不斷的 被民主在洗禮 那我希望能夠成為 台灣民主的標杆吧 嘉義市 能夠成為台灣民主的標杆 我相信可以了 好 主席可以嗎 可以 那我們一起合作 讓民主成為 台灣民主 有講到 有聽到 我們一起合作 就是 國民黨的黃銀慧 跟民眾黨 我們一起合作 這可能成為標題 希望我們民眾黨 提出來的 張其楷 也能夠受到 選民的青睞 真的不分顏色 要有特色 建設台灣 建設台灣每一個地方 都是應該要盡心盡力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黃銘慧市長 來到這邊 謝謝 這個訪問太有意義了 大家多有時間 可以經由我們這個訪談 可以去了解 嘉義更多 不為人知的特色 去玩 去吃 去煮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白白幫我們宣傳一下節目 好 謝謝大家收看 鄉民大學問有自己的頻道 麻煩大家要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通知 我們下週見 好 我們記得每個禮拜四 中午十二點 鄉民大學問再見 謝謝 謝謝黃銘慧市長 謝謝我們的黃銀 謝謝偉安 謝謝 謝謝Chris 謝謝我們Alice 謝謝我們拜拜 還有小安